姨婆最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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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婆趴趴走 搭乘台灣好行公車來到新北水難洞 水難洞周遭擁有相當多景點 諸如陰陽海 十三層遺址 便同長煙道 聯洞國小黃金瀑布 水難洞海食鹽及礁岩區等 穿過停車場旁的休憩長廊 即能抵達陰陽海觀景台 站在觀景台即能觀賞到前方的陰陽海美景 陰陽海正式名稱為聯洞灣 陰京瓜石山區溪水會集入海 水中礦物質含量頗高造成氧化的作用 入海口長年形成一半金黃一半碧藍的奇景 而在聯洞灣上方的水難洞選鏈廠遺址 俗稱十三層遺址 實際上為十八層 依山而建 為金瓜石彩銅工業帶來最佳的歷史見證 遠遠望過去很像荒廢的美麗宮殿 常被稱為礦山上的布達拉宮 破台版的天空之城 觀賞完陰陽海及十三層遺址 離開觀景台 準備前往聯洞國小 沿著聯洞里步道往上 九份溪因溪水中礦物質含量頗高造成氧化作用 溪骨的石頭 溪水形成一片金黃 景觀相當特殊 水難洞名氣或許沒有像九份以及金瓜石那樣廣為原知 但這邊的歷史遺跡跟美景一點也不輸其他地方 陰陽海及十三層遺址的另一邊 念海的山城弥漫著悠閒的氣息 非常值得前來遊玩探索 走在念海的山城裡 最多是往上的長長階梯步道 串聯起層層蜿蜿的山路 處處都能見到美景及海景 湖金山城美館展演藝郎 在館內可以常看到在地的文創作品 以及世界各地的首作一品 站在展望台 隔一幅看遠眺前方的陰陽海及水難洞於港周遭的景觀 離開水難洞展望台 準備前往聯洞國小 聯洞國小這裡有以陰陽海為背景的長長的階梯 階梯有著日式小鏡的風格 正是網美遊客們必訪必拍的景點之一 來到聯洞國小校門旁的觀景台 依舊可以俯瞰遠眺陰陽海及水難洞於港周遭的景觀 聯洞國小下方還有類似希臘風格的造景及景觀 走進聯洞國小 校內擁有非常有名的海底造型溜滑梯隧道 學校教室面向大海 擁有無敵的美麗海景 校園走到底還有展望台觀景台 站在展望台可以觀賞基隆與海岸線及大海的美景 離開聯洞國小 準備沿著山路前往黃金瀑布 前方的吳爾茶壺山及茶壺山後方的劍龍龍清晰可見 山路另一側則是十三層遺址 戀童場煙道 再往前 另一側的黃金瀑布清晰可見 山路的上方則是整塊堅硬的山頭 應該是美猴頭、山間石、基隆山東風的前緣 沿著山路本音轉往黃金瀑布 見到路線圖前方有娃娃西及壯壯石 決定先走過去一看究竟 往前約走幾百公尺後 見到山路、山間路旁的九份溪溪谷 此處在地圖上被標示為娃娃西 溪谷裏遍布許多大大小小的石頭 溪水潺潺,景觀相當漂亮 在往前見到岔路口有一巨石 不知是不是就是地圖上標示的壯壯石 離開地圖上標示的娃娃西及壯壯石 準備前往黃金瀑布 此時開始下起了大雨 約行十幾分鐘後 終於抵達黃金瀑布 新北水難洞交通及旅遊資訊 請參考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有詳細介紹 此趟來到新北水難洞 看訪及觀賞諸多景點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下集見